俄国第四的董者时期还有一个名字叫纯球占国 其中纯球是董者的前半段 占国是董者的后半段 在占国处期咱的秦国开始有点乱了 这个时候秦国的国局是秦昭公 秦昭公是秦里公公他挖 虽然似书上没有明确说秦国在秦昭公事上发生过内乱 但是在秦昭公上位第二年的时候 兰征就遭犯了 兰征死在秦昭公他把秦里公公26年的时候给大复的 这秦里公公去世时间不长 兰征但大家就遭犯了 然后到了秦昭公即位第13年的时候 乙渠也犯了 并且乙渠是拍饼拱大秦国 一直达到了渭河南边 这已经进入了观众平原 离秦国赌城永城也不算越来 这个乙渠可是在秦昭公他把书上 让秦里公公大的生活不能自立 连国都给炸了 把乙渠王都给俘虏了 这到了秦昭公受伤 其他祖国国又没有大秦国 但是现后出现了兰征遭犯 乙渠拱大秦国这种事情 只能说明秦国很有可能 打死资深出现了问题 兰征和乙渠是秦师范棘秦国 并且在秦昭公打了14年 秦国国军去世之后 下来解邦的是塔迪秦怀公 塔迪解邦国军这都不是中殿 中殿是秦怀公上为第4年的时候 秦国的书杖朝带着大臣 火葬之后把秦怀公给逼死了 大臣都能把国军给逼死 这更能说明秦国打死已经乱得不像样子了 秦怀公死了之后 所以下来机位秦怀公的孙子秦灵公 有点帮挑了一下 秦灵公上位之后秦国的噩梦算是正式开始的 除了国内大臣权势比较大 大到学生把板状都给念里面放在外 韩昭威散家粉金之后 威国和秦国成了邻居 妖命的是在秦灵公上位的一年 威国的威文侯也上线了 威文侯这个人非常赠松 他是战国四季编法强国第一人 后来秦国啥样编法学的就是威文侯 威文侯上位之后就把秦国列入了 终点攻击对象 在秦灵公上位第六年代之后 威文侯拍威军过了黄河在烧梁驻城 这个烧梁的位置就在现在的 山西村寒城寺南边那块 烧梁最早叫梁国 是秦国造起国军秦中儿子 已经扛了地盘 当年周友王一行别乱到宝斯山上 然后要跟他媳妇审后离婚 还要废了审后他挖急救这个胎字 周友王这么一干他杖把审后就操了 竟然敢起风个女子 那要把你这个活往四打 然后带着劝荣就过来打周友王 之后周友王被劝荣塞散 沈猴塔威尊急救就稍微扯了周平王 然后周平王还把堵生油耗菌潜到罗伊 就是把甲游现在的性感把他弄样 在周平王上位这四场 迎新出了秦下宫处理非常大 被周平王封为祖侯之外 秦中的儿子银行也是出了大劲 所以周平王就把银行缝在了梁这个地方 之后边建立了梁国 随着时间的退一 梁国和秦国在的血缘关系就不那么亲的 改大的时候再也就不开气的 你更了一刀那给你弹弓 在往四了打 在秦木工二十年的时候 秦木工就派人直接把梁国给灭了 从此梁国那块地方就正式成了秦国的地盘 梁国也概名叫烧梁 所以烧梁可以说 之后就是秦国的地盘 但现在威文侯竟然派人渡过黄河在烧梁住城 这明显是一种比较练的行为 这次人家秦国的地盘 你在这儿住个萝卜呀 你还住城 所以秦林工赶紧就派秦军去打这包哈松 但大来大气最终还是威国把邵梁给占来 因为威国党是国里要比秦国强 威文侯只所以要四克邵梁国的地方的原因 邵梁低处黄河一喜 是固带肯充中奥的顺路要塞 威国要是控制了邵梁都扣 那威国就死开了和谐地区的扣子 威国要是以和谐为耿距地 那将对秦国造成非常大的危险 所以在秦林工上为第十年的时候 秦国在急沽 就是少量再往北地点租城 防止威国得寸矜持 就这样跟威国一只韭缠着 虽然威文侯很猛 但是在秦林工受伤 秦国败的还不是太惨 因为秦国被威国大欠不破碑 最重要是因为威国有个武器 秦林工时期武器还在别的地方上班 还没有跳踏到威国来 所以秦国在秦林工时期 对于威国的金贡还能招得住 秦林工也在急沽做成之后 世界不常去世 一共打了十年秦国国军 从秦朝贡 秦怀贡 一直到秦林工 秦国做工发展了28年 在这28年里 秦国不但发展过勒乱 而且对外还碰上了威文侯 这么一个北年部有点能人大四敌 所以秦国在这28年 真是背里不像个样子的 但是这并不是秦国最惨淡的时候 因为威国威文侯电量还多着了 呆继事件还有28年 武器也死在秦林工去世之后 凯斯正是在威国上线 秦国呀秦国 你一定要听住 威国的仇在以后好好报